据《每日邮报》9月27日报道,在全美各地零售巨头纷纷关闭门店,并因入店行窃而遭受重大损失之际,Costco似乎毫发无损。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? 《每日邮报》新闻截图在周二的季度收益电话会议上,Costco首席财务官理查德·加兰蒂·Richard Galante表示库存损失在控制之中。 他对投资者说,值得庆幸的是,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。 塔吉特此前表示,由于盗窃和犯罪导致不可持续的业务表现,他将关闭美国各地的9家零售店。 与此同时,CBS表示,到2024年底将关闭900家门店。 美国零售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,库存缩减或未计入的库存损失,在2022年给美国零售商造成的损失估计为1120亿美元,约占其总销售额的1.6%。 由于高达70%的损失是由盗窃造成的,这意味着零售商去年因商店扒手损失了大约784亿美元。 该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犯罪威胁,店主们担心他们的生计和安全。 迦兰蒂告诉每日邮报,Costco最新的库存缩减率处于较低的两位数基点,介于0.1%到0.2%之间比行业平均水平低约10倍。 我们的收缩率一直处于历史低位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。 迦兰蒂将这种成功归因于多方面因素,但强调了只有付费会员才能进入Costco的仓储式零售店。 他说,当你进入我们的门店时,你必须出示带照片的证件,只有会员才能进入我们的门店,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。 另一方面,大多数Costco门店的统一布局也在小偷和贵重库存之间设置了物理屏障。 迦兰蒂说,我们一直只有一条进出通道,还会在门口检查收据。 在一份总结其2022财年的报告中,Costco指出,通过严格控制出入口和采用会员制,它能够将库存损失维持在远低于典型零售业务的水平。 此外,Costco还出售批量商品,这使得小件的商品很难被偷偷带出去。 加兰蒂说,很多物品都是体积较大的,而对于那些体积较小,价值较大的物品,其包装会大得多。 比如吉列剃须刀片等产品,它们会采用超大的扁平包装。 据了解,Costco的会员每年必须支付60美元到120美元的会员费。 自2017年以来,这些费用一直保持不变,这笔钱占其收益的大部分,使得Costco能够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相对较低的利润率销售产品,从而保持较高的客户满意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